我们再接着看 接着看这个经文 我们说这部经最重要的就是 佛弟子应该要看见这个境界 遇见这个境界 不管这个境界是梦中的境界 是现前的境界 是定中的境界 你都要怎么想 无常 苦 无我 缘起 这样想 其实他要讲的是这样 我们往底下看 他说我经为 他说你要这样学 就是要这样想 要这样思维 要这样如理思维 我经为现在色所持 那么我就是为现在这个身体 色是身体 受想形式 就是这些情绪 我现在为这个身体 所影响 所支配 所控制 过去世 也已经为这样的身体 所食 就是所支配 所影响 如今 现在 就是过去 因为他看到的是过去 他只看到他过去是什么 他没有去想 我过去的生命 也是在轮回之中 也是在苦海之中 也是在我见我爱的运作当中 他没有往这边想 所以他才会直取过去的 那么这一些种种的情形 来影响现在 好 所以他说 就好像现在 我为这个 我为这个身体影响一样 我过去 我现在这个生命 那么 其实是因为 我直取 重点其实是我爱我见 那他就是 我爱我见 就形成所谓的五蕴 色受想形式 他告诉你 那色受想形式是什么 那其实没有你所认为的 那个实质的 那个 那个生命存在 那么他的生命是缘起合合的 那么你不要执着过去的 那么这个 因为你一直 有些是梦中所见 也就是定中所见 那么你 直取过去的 那你会 那个我见我爱 一样 他会不断地生起 好 所以 我过去 已经为 这个身体影响了 那么就好像现在 我为我现在的身体影响 我过去肯定也是 为过去那个色受想形式影响 影响 影响什么 影响照月啊 那 因为过去 不知道 无名所赋 爱解手戚 爱我爱吗 我见吗 无名所赋 是我见 我见手戚 那爱解手戚 是我爱 所影响 所以 我才 爱我的色受想形式 很简单 那么 所以 我才会有现在这个身体 那么过去 就好像 我现在很爱 我这个现在的身体一样 过去 我也是爱 我过去那个身体 所以过去的存在 过去的存在 就好像 我现在的存在一样 但是 过去到现在 那么现在 会不会到未来 也这样存在 那就不一定 为什么 你断了这个 你断了这个连结 你就不会再 有这样的 因为每一次的存在 都是每一次的轮回 每一次的轮回 一定有开始到结束 叫做生死 每一次的生死之间 一定有重苦 就是这样 所以这就无偿苦 所以它要你连结到这个 那我们一般 不会想到这边来 我们一般都怎么想 我们来 我们把这个 对照这个 这个其实是 62件里面 前记巨件里面的一种 我们看 看哪一情 在缘起 在缘起里面 看282页 这个 这个 这个这么大本 那么有一个好处就是 你可以随时翻 哪一本经 像我这种小本的 就没办法 282页 好 296经这里 我们可以对照这个看 它这里是缘起的 好 所以它这里有讲到 那么 它有讲到这个 凡与 凡夫的这个 知见 讲到哪里呢 我们看这个经文 倒数 123456 倒数第六行这里 它说 多文圣地 与此因缘法 原生法 正至善见 就是你要 你要正确地来看待 这件事 不求前记 前记是什么 就过去生 不要直取这个过去生 这个其实就是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无我像 无人像 无众生像 我说我像 你看哦 不求前记 言 你这么说 我过去生 到底是有 还是没有 过去生 是什么样的一种 是人 是动物 是什么 是鬼 是天 我过去生何如 那后记也是这样 那么 这里看 那么它讲到 过去 现在 未来 那内部犹豫 这个是现在 那么 这个我们就先不用看 就看 下面 它说 若沙门婆罗门 起凡俗见所欺 那么这里 这里就是说 你看到过去 那么你就一直 执着这个过去 这个就是凡俗见所欺 为说我见所欺 说众生见所欺 说寿命见所欺 济会极庆见所欺 耳时 西断 西枝 断旗 根本 如劫多罗 苏头 未来是 臣不生法 那么 忌讳 这里的忌讳 即庆 就是借进取 就是 急凶论 就是 你遵守一些 没有必要的 这个 初一 要挂一个香包 在门前 可以 辟邪 这个 家里 前面大门 右边 要种一棵桂花 可以招贵人 反正就有一大堆有没有的 就急凶 什么样会急 那么 这个 要向东边盖房子 要向西边 送神 反正 类似像这样的 反正一大堆有的没有的 借进去 那这个叫做 集会 集庆见 那你看 你看这里 这里其实就是说 就金刚经里面的 我像 人像 中文像 所有的像 那这个就是凡俗见所欺 沙门 婆那门 前面也是一样 你因为神通 见到的过去生 怎么样怎么样 为 沙门婆罗门 起凡俗见所欺 凡俗见 凡俗见不离开什么 不离开我见 我见所欺 所以我嘛 过去的我嘛 其实基本上是这样 那么不离开 我见 众生见 寿命见 受者向 我向人像 众生向 受者向 不离开这个 那活了多久 那么是什么人 性别是男士女 家庭单位 家庭怎么样 过得怎么样 那一大堆啦 这些 好 我们还回来 就是我们可以 众苦充满 这是 这是 纯大苦运句 你不会往这边想 你直取啦 而且 理所当然 那么这样你当然就是 所谓的凡俗见所欺 其实是这样的 我们对照看 可能会比较清楚了解 这一部经的 好 我们再翻回来 再来看 140页 所以你看 比多文圣地址 那么他说 那么 这个过去 也是受这个身体影响 好像现在一样 互作思念 他还要这样如理思维 其实他就是 如理思维啦 还要这样想 我今为现在色所持 我若负 热灼 未来色 就是过去 现在跟未来嘛 过去心 现在心 未来心 过去色 现在色 未来色 过去瘦 现在瘦 未来瘦 那我们也是一样啊 我们过去 那因为那个人受苦 这个过去 不一定是过去生 昨天 一个小时以前 那么我现在 还会一直想着那件事 想嘛 想着那件事 那么受那个影响 我一直还在苦 当下是苦 可是因为 可是因为 我执着了 那个苦会延续 让我一直受苦 好 那么你过去生 执着这个五蕴 有了现在生 也是受苦 那么你现在 在像过去一样的执着 还是受苦 他正骂你的时候 你受苦 他没有骂你的 你还受苦 为什么 我想到他骂我的时候吗 那不就是这样吗 那那个就是什么 延续啦 一样啊 他现在讲的 就是这个道理啊 你那个我见 我爱相续啊 所以你要怎么想 才不会 那你要想到 未来 因为他对你好 那你 他过去对你好 那么你现在就想着 他会对你好 他来的时候会对你好 那想着未来的时候 会对你好 那你就一直 我像人像就在这边 一直转啊 一直转啊 那如果哪一天 他没对你好 你产生痛苦了 在等待的时候 是有煎熬痛苦的 当然也带一点幸福 但是 他是痛苦的 那么 如果 变异嘛 他无常 变异 所以他一定会 一定会产生变化 那你又会产生痛苦 所以 基本上 你只要跟我见 我爱相应 他终究是苦 他终究是苦 所以佛法教你 那么每一个现象 你都不要去直取 那你都要 你都要从他的 源起相去看 和和相去看 无常相去看 看到什么相 看到无我相 这个是他的目的 那你看到无我相 你就断未来的苦 过去的苦也断 现在的苦也断 未来的苦也断 为什么 因为你有执着才受苦 你不执着 你就不受苦 那么如果你执着 苦已经过去了 但你的心里面过不去 为什么 你放在心里面 他境界已经过去了 但是那个苦一直存在 你看这个 多少人是这样子的 多少人是这样子的 那么 你让他一直存在 那个本来已经没有了 跟城市和尔森处 那他已经没有了 但是因为你的心意 意识取那个法尘 眼耳鼻子而生 所形成的印象 还在里面 他一直是现在进行事 所以你就苦不可言 那一个 一刹那一分钟 三分钟的事情 会让你悲哀一辈子 你想起小时候 你就 你就开始苦了 那么一直没有办法脱离 那么很多人的 所谓忧郁症 其实跟这个也有关系 就是他心 他心习惯性 往 往那一个东西直取 他没办法放 没办法放 那么他要做训练 训练 往另外一个方面想 一开始也很辛苦 但是你要勉强自己 往那边想 想久了之后 都是心想出来的嘛 心生种种法身 心灭种种法密 那么 就是你如果 没有这样想 就是你要 事情要怎么发生 不是你决定的 事情要怎么发生 不是你决定的 但是你要怎么想 那是你决定的 你要跟我讲什么话 那不是我可以决定的 但是你讲这个话 我要怎么想 那就是我决定的 举个例来讲 常常有些人说 法师我看你背后 跟着两个人 很多人就会觉得 害怕 你不要乱讲 你这个乌鸦嘴 乱讲乱讲 我说很好 我这两个是护法 你不认识吗 那没有什么问题 对不对 那有什么问题 是不是 那有些人说 你真是不是人 给你讲对的 我是菩萨 不是人 那你要怎么想 是你决定的 对不对 是啊 所以很多东西 那你要一直这样想 一直这样想 那你是你自己痛苦吗 对不对 所以我们 现在就是 现在重点是 世间想跟初世间想 世间想跟初世间想的问题 那世间想就世间法 就世间业 世间缘 世间果报 初世间讲就不是 那么我们说 每一个法都是 无常的 苦无我的嘛 那你看到这个 基本上 你就实时 实时所法 法轮常转 法轮常转在你的心里面转 那如果不是 那个就是六道轮回的转 六道的轮转 地狱恶鬼畜生 那么天人 这个心换来换去 换来换去 那所以 这个 你要习惯 习惯用佛法的想法 来想事情 来看事情 那像 像这个 这个 不久前才有一个巨师在问我 那因为他先生 往生 那 那有人就叫他 要 要召魂了 那因为他常常梦见他先生 我们这个其实也是很多人的问题 因为他常常梦见 他常常梦见 他心里面就觉得 他一定是很苦 他有话要跟我讲 要我超度他 那是你自己想的 但是我们先 大部分人就会这样想 就好像 我爸爸刚往生的时候 我妈妈看见我老鼠 那个老鼠会不是你爸爸变的 真的 然后过几天又说 有一只蝴蝶回来了 这不是你爸爸要回来看我的 很多人都这样 我告诉你真的 不是我妈妈这样而已 然后他心里面很放不下 他心里面很放不下 他就去问那个 他就去问那个 人家那个观落音那个 不是观落音 那就是人家问是那个 那个一般的庙里面 你问问看我先生去哪里 所以他讲 他没有的吃 很苦 因为你儿子都不败他 我不败这个 他说 他很苦 没有的吃 流浪 妈妈就很可怜打电话给我 我去问 说你爸爸很苦很流浪 那心里面就很难过 那其实这种就是 你要怎么想 我们刚才讲那个 就一个巨师打电话给我 他先生往生 而且是 就是走得不是很好的 然后因为他最近常常梦见 那心里面梦见就有一些想法 我就说嘛 你梦中见的 定中见的 他都是像 我们要记得 你定中见的 梦中见的 跟现前眼睛见的 六根里面见的 听的见的 限量的 还是梦中 梦中见的 定中见的 他都只是像 那这个像 你要怎么想 那是依你的习惯 依你内心原有的一些 一些习惯来这样想的 那我们先说这个例子 其实很多人都有 那他就说 师父 是不是 就是说 那有人跟我讲 你会梦见就是 他来托梦 他要让你知道 他过得很不好 他没有讲他过不好 是那个人跟你讲 他过得不好的 那么就好像 我爸爸也没来跟我讲 我就跟我妈妈说 你跟我爸爸说 叫他来跟我说 我也从来没梦见 都是那个 都是那个 丹基德在讲的 你知道吗 都是他讲的 那么 然后 然后 他就说 他梦见 梦见这个东西 那么是不是 我们要给他超度 我说 人家就跟他讲 你要去他死的地方 隐魂 隐魂 你听到吗 我就问他 你先生死的时候 你有没有去做过法会 有啊 他 因为他刚死的时候 他到很多道场 写牌位做法会啊 有啊 因为他心里面不安嘛 就是说 觉得他很可怜嘛 然后 就去跟他做法会 超度牌子写很多位 每一个 每一个在超度的法会 上面都有隐魂的仪式哦 大部分啊 我不晓得有的有没有 大部分都有隐魂的仪式 有隐魂的仪式 他也隐魂啊 他也叫名字啊 那 那你现在 好 我就问他嘛 我就跟他说 那么你 第一个 你怎么确定 你怎么确定 他现在 因为已经死很久了啊 一般来讲 不会超过49天 就去做 投胎了嘛 是不是 他哪有可能那么多久 他大概 在半年超过 超过了嘛 那 那 那好 那你说他现在 还很苦 还在中阴生 或是现在做鬼道 那 做鬼就没有办法 这样说超度就超度了 没有了 中阴生才有说 他还没投胎 那么给他一个姻缘 让他有一个 有一个 投胎会投到好的地方 但是到中阴生 已经 佛法其实 没有中阴生超度这一趟 佛法原来没有 原来没有啦 好 那 那我就问他 好 那第一个 那么 你怎么确定 你怎么 好 你现在去引魂 他 他要问我说 要不要去引魂 我说 因为你参加那么多晚会 他也引过魂 好 那你要去引魂 你怎么确定 引回来的是他的魂 第一个你告诉我 你能不能确定 他还在那里 就是在死去的那个地方 你还在那里 因为引魂就要去 他死的地方引回来 你怎么确定 你怎么确定 他还在那里 好 那你怎么确定 你引魂回来 他就跟你回来 对不对 好 那第二个确定 第三个确定 他引魂回来了 引魂回来了 然后 你要怎么超度他 好 那你超度啦 你诵经啦 叫法师做法会啦 写牌会 那你之前不是写过吗 那不是一样 好 那你现在有引魂回来 你自己引的 好 那他跟你回来 好 那如果 如果 如果你在梦见呢 万一你 你引魂回来 你法会也做完了 那你也没办法 确定他有没有超度嘛 那你是用 有梦见 没梦见 有梦见 没梦见 来看他需不需要引魂嘛 但是 你梦见他 跟引魂 其实是两回事喔 是你自己这样想的啦 你知道吗 你自己往那边想啊 我说你怎么不想 他梦见你是要告诉你 我现在过得很好 你放心 你好好修行 你怎么不这样想 也可以这样想啊 对不对 你说 因为他给你梦见 他也没有很可怕啊 也没有很悲哀 也没有在哭啊 他就是给你梦见而已啊 那你怎么不这样想呢 他给我梦见 是因为他想念我 他要我放心 他现在过得很好 对不对 没有人可以给你正确答案啊 但是你怎么想 那是你自己决定的啊 那你一定要想说 他给我梦见 就表示他过得不好 他过得不好 是因为他死的时候 不怎么好嘛 可是死的时候不怎么好 不代表 死后就不好啊 对不对 那梦见你死的时候 也不怎么好啊 对不对 被打到烂掉了啊 家流驼鱼 死的时候 是被丢进垃圾坑里面的啊 那所以这个也不能确定啊 但是我们会习惯 把过去的连结在一起 你知道吗 那么就很多种想 就少想 多想 种种想 无量想 是不是 那无量想之后就怎么 就开始造作 我要去做什么 你看都是这样来啊 有没有 所有想法都这样来啊 你的想法不对了 你的观念不对了 那你就引起 哎呀 谁的 哎呀 这我的先生这样 开始有苦受你知道吗 给我梦见 那因为他走的时候 不是好走的 所以你先有这个苦受啦 先有这个苦受 你就要想要解决 那么我怎么样让他不苦 问题是 他真的有在受苦吗 不能确定他有在受苦 只能确定你在受苦 是不是 这件事是很明确的啊 是不是 不能证明他需要你 只证明你需要他 你需要他消失 你才可以安心啊 对对 就没有办法证明他在受苦 也没有办法证明 他想跟你讲话 你好好想这些事哦 但是我们大家 其实每一个人都会有 类似多少这种境界 像我妈妈也是啊 我爸爸往生了 他的境界可多了 他时不时就来跟我讲 我爸爸又来找他了 又怎么样了 他又梦见了 他肯定是他没得吃啊 那等一下又要烧一点 可能有些人就要 又烧一点钱给他了 那如果是溺水池的 可能就是 他可能衣服不够了 那么要烧衣服给他了 哎呀我告诉你 不要太相信这种东西 那种 那种已经不是 我见人见众生 是受者见而已了 那种已经是邪见了 就是你会变成 转啊转啊转 转到 转到你都不晓得 你这怎么转一圈 那我就跟他说嘛 我跟他说 你怎么确定你永恒回来 做完瓦会回来 他就会消失 那万一他还不消失 那后面不是没完没了吗 那他已经消失 就确定这个瓦会是有效的吗 也不确定哦 对不对 你怎么确定这种东西 不要去做那一些 没有办法确定的事 唯一可以确定的就是 你要消除你的苦 你现在要做的是 你要消除他的苦 那因为他苦 你也感到苦 可是你要做的 不是消除他的苦 因为他的苦有没有消除 你一辈子都没办法确定 到你死 你都没办法确定 他有没有过得好 对不对 你唯一能够确定的就是 你的苦有没有消除 是不是 这个是 所以你怎么想很重要 我遇见很多类似像这样的事情 那你过去也一样嘛 过去 你被谁伤害过 你伤害过谁 过去了 过去了 你知道吗 你不要一直记着 那个只能成为你的一种经验 这个经验 是要让你现在做改变 而不是过去的经验 拖累你 你受他影响 受他支配 为过去所食 有没有 为过去的色所食 为过去的色所控制 所影响 所支配 你看啊 是不是这样 你为过去的你 过去的行为 它就是一种色嘛 或是一种业嘛 你为过去 所影响 所支配 那么 你继续受苦 这个是不对的 从佛法的立场上 过去是因缘和合的 就像现在一样 那么 未来 过去 形成了现在 现在 形成了过去 我现在 受这个影响 我过去 也是受这个影响 那么 我过去 受了过去的色 以及过去的过去影响 我现在 又受过去的影响 又受现在的影响 没完 没了 我不但不受过去的影响 我也不受现在的影响 我也不受未来的影响 我如时知如时见 一切法 基本上都是因缘和合的而已 过去 没有错 它曾经发生过 曾经这样的 发生过 也许 发生的是 惊天动地 也许 发生的事 让人 没有办法忘记 无法磨灭 但是 你要记得 那个都不是真实的 那个都是缘起合合的 当时的因缘是这样而已 那么 以后不会这样的 但是 如果你不知道 你还像过去 一样的执着 一样的反应 一样的想法 你现在 会像过去一样 一样怎么样 一样受苦 终究是苦 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 我们来看 再来看这个 所以 那么 它从过去 讲到现在 讲到未来 一样 那 如今现在 附作思念 我轻为现在色所时 我父热着 未来色者 你想着未来 怎样怎样怎样 那就是你希望 有一个未来的我 那个就是什么 后有爱 是不是 自体爱 后有爱 那么 当父为比色所时 你还是那个执着 那个就是我像 人像 那么 如今现在 就好像现在 所以 不要去想那一些 看不见 摸不着 不着边际的事 这些都不是 我们可以验证的 你是比较力来讲 你说 有些人就说 你念这个 你带那个手环 那么你的福报会增上 好 那么如果真的可以 我一个一百万给你买 但是你还给我小表证书 你这个效用多久 那有没有发生 什么叫增上 那从哪里看得出来 要有效 没有效 你要退还 我两倍退还 他能保证吗 他绝对不能保证 那一样嘛 超度法会 你要保证 你要保证 这个人真的在受苦 然后让你超度了 那如果不行 那你要两倍退还我 没有一个人敢跟你保证 你信不信 没有人 你为什么 这些事 其实佛法不讲这些事啊 佛法讲的是什么 你要看清楚 你自己是什么 所有的法 缘起而合 你应该造什么业 不应该造什么业 你没有办法去解决 别人的痛苦 你只能够影响别人 说实在话 你可以影响别人 但你没有办法超度别人 没办法 不可能 可以的话 佛陀就超度我们了啊 我们不要请那么多佛啦 八十八佛请下来就好了啦 对不对 我以前在家 念八十八佛 念至少好几年了 有一天我还带 因为我爸爸 我爸爸以为被那个众生卡到 我爸爸也看得到东西哦 我爸爸看得到 那个庙里面的那个 要抓他去做鸡筒的 那么 我有一天 带着他拜八十八佛 那么普广佛 拜下来拜下来拜下来 我一直在那拜啊 因为他发作起来很厉害的 会去撞墙的 真的 那所以我对这种其实是 像这样的东西 其实我见多了 我见得多了 那但是这种其实 佛法都不是这样解决的 以前我还没学佛的时候 那我跟着我妈妈 带着我爸爸 季公三太子 王母娘娘 还找过孙悟空哦 真的 我不会骗你 我告诉你 这个是 你不要寄忘这种东西 这种我经历过很多的 那我们佛法教的 其实才是正确的 就是你从你个人的业 那是你影响 那这个人 你影响他是 下次他来 因为他跟你有缘嘛 你回向就是 你念着希望能够影响他 他再来的时候 你利益他 他以后会受你影响 你以后 他再见到你的时候 他会受你影响 会增上 那么你影响他 就好像佛陀影响我 我影响你们一样 其实是这样子的 那么你受了影响 你认知了 你了解了 你知道怎么做 你就可以超越你自己 超度生死就是这样来的 超越烦恼 度脱生死 叫做超度 超越烦恼 度脱生死 叫做超度 那么你 你怎么样能够超越烦恼 你有正知见啊 你怎么样 你怎么样能够度脱生死 你离我见我爱啊 对不对 其实就是这样啊 那我可以 我可以 我可以帮你的烦恼减少吗 不能 我可以帮你的痛苦减少吗 不行 那么你必须 我只能跟你讲方法 跟你讲原则 跟你讲道理 跟你讲道路 那道德是你自己得的 你自己做了之后 顺着这个道路 得到那个道理 依着这个道理 依着这个道理 那么去走那个路 那么你才可以得到道德 不管是解脱道 菩萨道 人天道 都有一个道 那道主要是道理 道路 道德 那个原理 比如说告诉你要怎么想 告诉你要怎么想 你会痛苦 你是怎么想来的 你不痛苦 你是怎么想来的 你会受苦 你是怎么造作来的 你不受苦 你是怎么造作来的 主要原因是什么 次要原因是什么 你要了解啊 那你不是 靠那一尊神 靠这一尊神 靠这一尊佛 靠这个菩萨 我靠你讲 不是哦 我们是从佛菩萨那里 学习到道理跟道路 佛菩萨没有办法 给你道德 就是功德 没有办法给你 那么你是依着这个道理 行着这个道路 依着这个道路 正得那个道理 那么你才具有 那个叫做道德 功德的东西嘛 那么功德产生作用 才能够让你 断烦恼离苦嘛 才能够让你得超度嘛 超越烦恼 超越生死 渡脱苦海嘛 它才有这种作用嘛 功德就是作用啊 它才有产生那种作用啊 形成那种 比较好的作用啊 那你要了解这个道理啊 那这里其实也在跟你讲 这个东西啊 好 我们在我们底下看 所以他这里讲 那么 他说 做如是之以 你已经知道是这样子了 你就要怎么样 不顾过去色 不热未来色 于现在色深夜 你看 你从定中 看到你过去深 你执着上了 有没有 你就顾过去色啦 一样啊 那这个在第几页呢 我们看 第十经 第十一经 十一经是最前面 我们看第几页 十一经 第十一经是 七十五月 七十五月这里 你看他这里就简单的写 七十五月 十一经 翻到七十五月 世尊告诸比丘 有没有 过去未来色无产 况现在色 你可以跟这本经对赌 这个是简单的说 浓缩的说 况现在色 圣地只如是观者 不顾过去色 有没有 不心未来色 于现在色 厌离遇 正向灭境 好 那么受讲形式都是这样 好 我们把这些翻回来 那他一样是这个的 就是说 你不顾过去色 不落着未来色 于现在色 深厌离遇 灭境 就是你最重要的 不是想着过去怎么样 不是想着未来会怎么样 而是我现在到底是怎么样 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 是一种什么样的缘情 是一种什么样的夜报 我现在是怎么样 我应该要怎么样 而不自己想 那过去这样 那是怎么样 过去已经过去了 那未来是怎样 不去想那些 不只取那些 而是因为你有过去 但不一定有未来 如果你解脱了 那你的未来 没有所谓的未来 生命这种 因为你就不受生了 你的生命就一直 像光的一样的存在 所以他现在这里 他说多文圣地子 这里深厌离遇灭境 那么相灭 基本上都是厌离遇灭境 我们说阿安经里面 有两套 一个叫做厌离遇灭境 第一个叫做未患离 其实是差不多差不多了 那么多文圣地子 你看他这里来讲 作为佛地子 有正知正见的佛地子 应该怎么想 应该怎么看 应该怎么做 基本上是这样的意思 他说 于此在对这个五蕴生 色受想行事 应该做如是学 做如是学 就是你应该要这么反省 这么反思 其实 用阿安经的说法 应该这样如理思维 应该做如此正确思维 那有时候叫做正观 有时候叫正见 那么如是正观 如是正见 或是如实知如实见 或是如理思维 好 如理作义 那他说 我今现在为现在事 那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从现在事 延伸下来的 他中间有现在 现在的受想行 那气是一样的 从现在色 那后面就是受想行事 那这个是 跟那个色是一样的 过去是已成为 这个是所时 如今现在 我今为现在事所时 若富乐着未来事者 亦当富为彼事所时 如今现在 如是之以 不顾过去之后 不乐未来事 于现在事身 艳丽与灭境 相灭 好 到这里是一段 基本上就是色受想行事 其实不在这个五蕴身上 不在这个五蕴身上面 心心所上执着 不在这个地方 那不管是什么境 我们说过 不管是你现前看到的境 叫做限量 是你梦中看到的境 是你定中看到的境 看到未来是怎么样 看到过去是怎么样 这个其他经纪里面 也有讲这个 就是说 有些人看到未来 有些人看到过去 那么不管你看到的境怎么样 你都不要往实在的 那个地方去想 你都不要 你要往 它不过就是一个像 你要想 你不要直取过去 过去心 你就念金刚经这两句话 就是了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 你现在的心 你现在的心执着过去的 过去的心一直延续下来 就变成现在了 就好像 你小时候怎么样 你想到了就哭 小时候过得很辛苦 你想到了时候就忧郁 那谁怎么样 你想到谁 对你怎样怎样 你想到了就痛苦 那个都是过去色 过去瘦 过去想 过去闲 过去试 你想到了 你就烦恼 你想到了 你就不安 你想到了 你就忧郁 你想到了 你就痛苦 都是过去色受想 闲着 你不要去想这个 如果你想这个苦 你要先想 你要想 那苦是什么 那现在能想的是什么 受苦的又是什么 为什么 你从原起角度去看 就是说 会有什么劲 有时候不是你决定的 但要怎么想 那是你决定的 但要怎么想呢 现在告诉你 你遇到境界 你要怎么想 好 那这个是受受想 行事 好 那到这里就一段 这佛地址 要怎么想 那沙门婆罗门 他就会想 想什么 看见什么 想什么 他只会想 我过去 是婆罗门 过去是差地利 过去是怎样 怎样怎样 我曾经做过国王 怎样怎样 没有 他不是我们这边想 他要去想 那色是什么 受是什么 好像早上跟大家讲 一样 色是什么 受是什么 想是什么 行是什么 事是什么 我为什么这么想 那这些想 它意义在哪里 你了解了 其实你就不会 不乐过去色 不左 不顾过去 不乐未来 那么对于现在 你也不直取 不直取就是 你这个五印身心 都不是真的 就好像有点 我们追剧一样 看到这个 想过去 这个人怎样怎样 他想到未来结局 那一样 其实我们现在 不是在追剧 那我们追的是 我们自己而已 自己是男主角 女主角 追着过去 追着未来 自己会怎么样怎么样 有一个圆满的结局 想得很漂亮 过去不管是苦啊热 你就一直心里面 心里面为他所系 那这两个 这其实就是 我叫做无名所乎 爱解所系 就是一条爱 我爱绑绳子绑着而已 那我爱绳子会绑着 你看不见那个绳子绑着 是因为 你的阳光被 那个无名所乎盖住了 你看不见 暗暗的看不见 只是这样而已 所以 你现在要让你 不要往那边想 那边 你往这边靠 你就按了嘛 你往这边靠 出世间这边靠 你就可以看清楚 是绑着的 把绳子解掉 你现在重点 不是说 我带着这条绳子 要往哪里走 比较好 不是 现在是 我要怎么解开这条绳子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我们现在就是 被绳子绑着 然后说 哎呀 这条绳子这么粗 我带着这条铁链 带着这条绳子 我要往哪里走 比较好 不是 你不是往 带着这条绳子 要往哪里走 因为你被绑着嘛 你习惯被绑了 你习惯被绑了 绑习惯了 你知道吗 你不觉得 你从来没有想过 这绳子可以解掉的 你没想过 没想过 你被铁链 你被铁链绑住 你不觉得 你本来就是 本来就要被绑啊 大家都被绑啊 你没有想过 要把它解开 现在佛陀告诉你 不是 你看到绳子绑 你不是说 这条绳子 量一下这个绳子多长 我用这个长 我可以去吃到什么 吃到什么 不是 你要想着 我要怎么解开这条绳子 这条绳子怎么绑住我 想法不一样 想法不一样 那过去 你被过去的 爱我爱我先绑着 有没有 你被过去绑着 被未来绑着 被现在绑着 你都从来没有要解开它的意思 你要带着它去哪里而已 有没有 过去影响你 现在做什么 你都没有去分析它 志向共向 共向就是无产苦无我 你没有看到这个 从来没有想到 现在不行啊 现在 佛陀告诉你 佛弟子 圣弟子 多闻圣弟子 没听过经就算了 现在听经了 你还这么想 那就不行啊 那你要知道 要怎么想 以后遇见这种境界 你要怎么想回来 世间想 初世间想 外道想 内道想 于此无闻凡夫想 智慧多闻圣弟子想 不一样 不一样 好 那我们现在都是 佛道 内道 多闻圣弟子的想法 那不是外道想 不是凡夫想 不是于此想 好 那接下来下面 这个是总结 一端 他说 他说这里有所谓的 简而不争 退而不进 灭而不取 舍而不取 灭而不取 舍而不取 好 那么这个要 这个又是一个名项 那这个可以参考 参考什么呢 参考于且师弟论的解释 于且师弟论的解释 在145页这里 他在中间那里 何等名为四种杂栏 就四种杂栏 这前面的二说法 所以他这里有善说法 跟二说法 就是你不会想跟会想 不一样 那么 那么他一行讲 能敢后有 那何等名为四种杂栏 夜 见我慢 爱产 跟彼随 免 好 那我们这样对照看 第一个 第一个 这里 第一个叫做 简而不争 我们就给他写第一个 简而不争 在这个经文 在后面 倒数二四六 第六行 第七行 后面这边 简而不争 这是第一个 退而不进 是第二个 灭而不取 是第三个 舍而不取 是第四个 好 那等一下再来看 于且师弟 先来看这个经文 于何简而不争 舍 简而不争 受想形式 简而不争 好 那这个我们 它后面都一样 你看 什么叫做 退而不进 舍退而不进 受想形式 退而不进 什么叫做 灭而不取 舍灭而不取 受想形式 灭而不取 那什么叫做 舍而不取 舍 舍而不取 受想形式 舍而不取 好 那么 这个我们 有看跟没看 差不多了 都一样啊 但是我们不了解 它是什么意思 但是我们看 于且师弟 可以稍微知道 它是做四种分别 一个叫做 业 我见 我慢 爱 就是我爱 还有烦恼 随免烦恼 比随免杂然 杂然就是烦恼 那么就是 这个有肉业 其实它就是有肉业 好 那它主要是在说 因为你这个五蕴 你这个五蕴 起获造业 就是因为我见我爱 那么起烦恼 造业 不就是这样吗 你看 第四个是不是烦恼 那么 这个第二个第三个 不是我见我爱 有没有 烦恼 爱烦恼 见烦恼 爱烦恼 然后有种种烦恼 然后这些种种烦恼 会怎么样 起获会怎么样 会造业 那造业会有什么 会有五蕴生 有没有 五蕴生就是苦 我们写一下好了 不然你这样看 看不懂它在写什么 它第一个 它都是五蕴 它是这样的 第一个 简而不争 它后面的解释 它后面的解释都一样 都一色色想解释 它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是看不出来 它到底是什么意思的 你看它简而不争 然后怎么叫做简而不争 它还有解释 然后退而 退而不进 灭而不起 舍而不取 但它的解释都是 色色想形式 简而不争 那其实它是这样子的 第一个 简而不争 第二个 第二个是 退而不进 第三个 第三个 是灭而不取 所以 减什么 退什么 灭什么 那不起就是不生 不生起 就生灭的问题 进退生命 增减的问题 第四个 舍而不取 一于解释地论 来讲 第一个是 业 业 这个业 那么第二个 是我贱跟我慢 贱跟我慢 那么贱就是我贱 那我贱我慢 维系的我贱 它是贱跟慢 好 那第三个就是爱 爱 爱是 爱惨 爱惨就是爱烦恼 那其实就是我爱 这个我是我加上去的 它的原文是贱我慢 那 它是写爱惨 那其实就是我爱 惨是一种烦恼 好 那第四个 第四个是 随勉杂乱 它起来比随勉 其实就是烦恼 98随勉 随勉 其实它就是烦恼 好 那我们基本上是这样的 他解释的是五蕴 色受想形式 简而不争 退而不进 那么色受想形式是五蕴 它是色受想形式 它的经文 色受想形式 但五蕴其实是 纯大苦蕴聚集 五蕴是纯大苦蕴 它就是苦 所以叫世间式苦 五蕴世间 这是五蕴世间 纯大苦蕴聚集 其实它就是苦 它五蕴 它基本上代表的就是苦 那么苦是怎么来的 苦是怎么来的 有夜而来 苦是一夜而来 苦是一夜而来 那么夜 夜怎么会形成苦呢 夜怎么形成苦 相续成熟 夜成熟才会形成苦 要成熟 不成熟不受报 苦是一种果报 苦是一种果报 苦跟热都是果报 天然是热 但是它有生死苦 所以三界六道 没有不苦的 只有多苦少苦 苦的时间长 苦的时间短 苦的程度轻 苦的程度重 苦的次数多 苦的次数少 只有这样而已 没有不苦的 三界如火宅 没有不苦的 好 那么因为它一定有生死之苦 那么怎么样 什么样的夜会受 会有生死之苦 这个苦是生死苦 那其实就是轮回苦 其实就是轮回苦 三界六道轮回苦 所以我们要超度 就是超越苦 超越生死 气是这样 那么要超越生死 一定要怎么样 要超越烦恼 要度脱生死苦 一定要超越烦恼 所以它叫做 月滩 月玉滩 有没有 调腑玉滩 月玉滩 断玉滩 调腑玉滩 断玉滩 月玉滩 它就这个次第 好 那你看 夜怎么样才会形成果报 才会有生死 什么样的夜会有生死 有肉夜 有肉夜 香续成熟 它就会有生死 那么成熟就是什么 香续 香续就是在原来 有的夜里面 不断增加 不断增加 它就香续 是不是 你过去的夜 现在再增加再增加 它就成熟 同样的因缘 同样的沙夜 比如说你沙夜 那你造了这个沙夜 那你不断造 不断造 以前有造了 那现在又继续造 香续香续 夜报成熟 你就做沙夜的果报 就短命多病 做三二道 就这样 那我们都有六道的夜 我们也造过善夜 也造过二夜 善夜有仁天夜 二夜有三二道夜 我们都有造过 那你下一辈子要受报 是要去 你六道夜都有 那你怎么决定 你是去六道哪一道 看哪一道先成熟 那哪一道先成熟 是什么决定 你现在 你哪一道做的业比较多 过去已经有了 现在你又加上去 他先成熟 那不就是他一直增加的意思吗 他其实是成熟相续的问题嘛 你过去 你也可以做人 你也可以做生天 你也可能做鬼 可以做畜生 可是你后来就做人了 为什么 畜生到的业 没有人到的业 重 就是人到的业比畜生的业要重 所以人到先受 那人到受了之后 这一生 你如果再继续造畜生到的业 那畜生到就成熟了哦 那下一辈子 这一辈子下去就做什么 做畜生了 那如果你这一辈子遇到佛法 你修天上的业 那天上的业也成熟 那畜生到的业就等着 还没成熟吗 你没有让他相续 就没让他成熟 那就升天 所以为什么正出国的 他不会剁三二道 他永远不会在三二道的业 他有三二道的业哦 但是三二道业不成熟 不增嘛 不增 那么所以 他基本上是业 简而不增 是什么业 有肉业 生死业 那有肉业跟生死业 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我见我爱 对啊 你们现在都很熟了 比我还熟了 就是这样啊 所以你看哦 那我见我爱在这里 就在这里啊 那你要怎么样 让我见退而不进 让我爱灭而不起 问题在这里啊 是不是 那我见我爱从哪里来 从五蕴 面对 跟前是何而生处来啊 有没有 跟前是何而生处 处去受想吃 那么处受 后面是什么 爱 取 有 有就有这个啊 有就有业 有业就有报 是不是 就这样来的啊 他告诉你就是 他整个过程就是这样啊 所以你要从哪里下手 你要从这个五蕴生心下手 那你要让 你要让这个业 减而不争 有肉业 主要是有肉业 那有肉业 减而不争 就是我见我慢 我见我慢就是 过去的我 现在的我 未来的我 有没有 他讲这个啊 那你一直心都在过去的我 怎么样怎么样 我过去怎么样怎么样 未来想怎么样怎么样 我现在是怎样怎样 你一直执着这个我 那不就是我见我爱吗 我希望怎么样怎么样 你都没有想一下 我为什么是这样子 我应该怎么样 那不是 我现在怎么样 我现在有多少钱 我还要赚更多 更多钱 有没有 我现在是怎么样 我还要更怎么样 你都在过去 现在 未来的我见我爱里面 不断循环反复啊 那这样的业 这样的业 它基本上是 你的我见我爱 就会引起 种种烦恼 有没有 一笔烦恼 那你会引起 种种烦恼 种种烦恼 就会造种种的业 种种的业 就会赶召五蕴 那你这一些 我见我爱 都从哪里来 从色受想行事来 有没有 是不是 我见我爱 都从色受想行事来 然后生起 受想失 种种烦恼 无名相应处 有没有 那无名相应处 就造作种种业 失之后就是造嘛 就爱取有嘛 是不是 那有就有什么 又有五蕴 又有生劳病死 生死 爱取有生死 生劳病死 又被劳苦 不就这样来吗 讲这个 要不然 不这样讲 我们单单这样看 其实不知道 他在说什么 我看一下 讲到哪里 好 所以 我们把这个讲完好了 因为他后面基本上是一样的 那么所以 讲 鱼盒退而不进 鱼盒 这个到鱼盒舍而不取 那 都是色受想行事 那么 看 简而不争 即简而住 退而不进 即退而住 他都加了一个即 他都加了一个即 那么 这个 灭而不起 即灭而住 舌不取 不生细琢 如果对照 如果对照 这个 于潜世帝论的 他就是夜烦恼随眠这边的 不细琢以 自解涅槃 那么 即就是 你没有生灭的 你没有生灭 就是即 生灭灭 你不随着五蕴 而起 种种的烦恼 不起我见 因为 本身他就是 本身他就是 我见我爱形成的 这个五蕴身体 生命体 本身是我见我爱形成的 那么 你不让它继续 形成 因为你的想法不一样 你的想法改变了 所以 你的做法改变了 所以未来的 国法就改变了 其实是这样 所以不要顺着 那个世间人的习惯 那个不是好习惯 那个是轮回的习惯 那个是烦恼的习惯 那个是造业的习惯 有肉业的习惯 所以你不细着 因为你心不细着 不细着什么 不细着五蕴 不细着过去 现在未来的五蕴 不细着我见我爱 所以 不细着以 自觉涅槃 你就可以怎么样 超越生死 你就可以所谓 我们说超度 这个叫做 诵经超度 你受此这个经典 这个就是一个经 这个道理是一个经 那么你自己超越了 这样的烦恼 超越了这样的限制 你不是随着那个绳索 到处移动 而是解开那个绳索 之后 自由了 我身已尽 犯恨已立 所作已犯 自知不受厚有 那么你看 这个经说完的时候 众多比丘 不起猪肉 心得解脱 有时候会讲 有时候没有 让前部起步 已经就没有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这一部经老实说有一点点 看起来有一点点困难 就是他不好懂 但是基本上 我们了解了之后 他就分作几段 那几个重要的名词掌握住了 大概就知道了 就也不是那么难懂 好 那我们就讲到这里 大家合掌 回向 愿以此功德 不及切 我等于众生 接共成佛道 接共成佛道 请不吝点赞 lvania岂岑